大家好 欢迎收看追星看TV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2024年7月4日 小编发布了2024年百花奖 五位女演员入围最佳女主角 谁能最终封后 7月6日 小编又发布了2024年百花奖 五位男演员入围最佳男主角 最终谁能夺影帝 一文 同样引发读者热议 今天 小编在这里为大家分析预测五位入围的女演员 谁获最佳女配角的概率最高 这五位女演员的名字 即入围作品如下 文永山 消失的她 赵丽颖 第20条 源泉 风神榜第一部 昭歌风雨 高夜 第20条 海青 志愿军 雄兵出击 202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 你配角的竞争尤为激烈 这五位女演员是从17位后选人中突围出来的 万熙 爱丽亚 郑卫丽 张小斐等获奖呼声很高的候选人 都未能入围 因此 这五位入围的女演员 最终不管获不获奖 都是一种成功 文永山与消失的她 2023年6月22日 消失的她在全国各大院线隆重供应 票房达到惊人的35亿元 该片由朱一龙 妮妮 文永山领贤主演 事已不悬一犯罪骗 消失的她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赌徒何飞带着妻子李慕子去东南亚度假 实则是一场惊天阴谋 为了继承妻子的上亿遗产 何飞将妻子李慕子囚禁在深海的铁笼里 何飞找了一个贾李慕子充当自己的妻子 两人狼狈为奸 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文永山在片中饰演贾李慕子 这个角色眼神凌厉 魅惑称怪 烈焰红唇 是一个蛇仙美人 根据剧情需要 文永山饰演的贾李慕子风情万种 一瓶一笑都能入化 他手拿啤酒瓶 砸向自己头部 鲜血从额上往下流 然后他阴森地对何飞说 我 要你的 全部 这让何飞不含而立 为了演出贾李慕子阴森恐怖的笑脸 影片开拍前 文永山在家对着镜子苦练笑容 以至脸部的肌肉出现僵硬 文永山饰演的贾李慕子漂亮惊艳 性感妩媚 周深散发着危险气息 是一个坏倒骨子里的邪恶女人 让观众过目难忘 文永山的表演有突破 演出了角色的深度 文永山1988年出生于中国香港 以模特身份出道 后转入演艺圈拍戏 他两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配角提名奖 是一位演技派女星 2024年2月10日 家庭喜剧片第20条在全国各大院线供应 跳房突破24亿元 第20条由张艺谋编剧 指导 玛丽 雷佳音 赵丽颖能主演 是这届百花奖的最大赢家 获得多项提名奖 第20条以艺术的形式 讲述了我国刑法第20条正当防卫引发的故事 掀起了社会各界对正当防卫制度的广泛讨论 让法不能像不法低头这一法治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该片是一堂生动的全民普法课程 点燃了老百姓心中的法治名灯 在第20条中 赵丽颖饰演女二号好秀平 这是以明蒙哑人 女儿也是哑巴 村霸刘文京长期霸凌 占有好秀平 弱势的好秀平选择了忍耐 但最后她选择依死来抗议 好秀平由著名女星赵丽颖饰演 为了从心理上最大限度的贴近角色 开拍前赵丽颖去残疾福利院体验生活 观察残障人士的言行举止 赵丽颖与他们一起生活和学习 还跟着他们学习手语 根据角色需要 赵丽颖在片中素颜出镜 拍摄间隙小气时 为了不让表演情绪流失 赵丽颖就坐在一旁闭着眼睛背台词 将自己想象成好秀平 在第20条中 赵丽颖有很多手语动作 为了更熟练地掌握手语 赵丽颖平时与同事交流时 也会答手语 好秀平是个念向不爱说话的女人 而生活中的赵丽颖活泼开朗 为了与角色融为一体 赵丽颖平时在剧组也不说话 赵丽颖演出了好秀平的苦难 忍耐 沉默 挣扎 到以此抗争的人生历程 为角色赋予了更多的色彩 赵丽颖 由于入戏太深 第20条杀青后 赵丽颖与原交流时 还会下意识地打手语 赵丽颖在第20条中的表演很出彩 让人过目难忘 然而第20条有4位演员获提名奖 组委会不可能将奖项全颁发给第20条的演员 因此小编认为 赵丽颖或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概率打 2023年7月20日 奇幻 古装 战争片《风神榜》第一部 《朝歌风云》在全国各大院线隆重供应 票房为26.34亿元 该片供应至今 累计观影人数达6068万 获得57项里程碑成就 18个奖项及提名 该片是根据古典小说《风神榜》改编的 原权在片中饰演江王后 江王后是伤亡殷寿的正牌妻子 身份高贵 命运却坎坷悲情 殷寿在打击的迷惑下 暴虐无道 引发天谴 江王后内心是痛苦的 挣扎的 为了除掉打击 江王后手持短剑 在浴池中刺杀打击 最后反而被打击杀害 原权饰演的江王后头戴沉重的首饰 身着高贵长裙 与王后的人设吻合 开拍前 原权学习宫廷礼仪知识 模仿王后走路 做了大量的暗头工作 在《风神榜》第一部《昭歌风云》中 江王后是一个悲情的女人 丈夫无道 自己的父亲被咒亡逼迫世子 儿子的生命也遭受威胁 原权通过眼神 表情 演出了江王后的忧郁 悲苦 内心挣扎 决绝 原权的表演层次清晰 角色的性格发展和情合理 她由哀愁 规劝 发展到与打击一命相搏 这位尊贵却可怜的王后 通过原权的演绎 生动地活在一幕上 遗憾的是 原权的戏份比较少 第二十条是第三十七届百花奖的最大赢家 玛丽获最佳女主角提名 赵丽颖 高业获最佳女配角提名 刘耀文获最佳新人提名 国际名导张艺谋的造型能力就是不一般 同一部影片中四位演员同时获提名甲 这在以往并不多见 第二十条是2024年大年初一在全国供应的 热度一直持续到原消极后 该剧的主要编剧王天逸1985年出生于长春 拥有中国政法大学的本科 研究生学历 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工作 2018年 王天逸创作电影剧本第二十条 是受到了昆山反杀案形态动民刚案正当防卫案件的触动 在第二十条中 高夜饰演女三号吕玲玲 这是一位女检察官 性格强势 充满正义感 王永强案发生后 吕玲玲主张正当防卫 最后却被撤职 高夜塑造的吕玲玲 穿着威严合体的制服 显得英姿飒爽 高夜饰演的吕玲玲是一位信仰坚定的检察官 也是一个内心有温度的女人 她追求法律的公正 同时又在内心同情好秀平的遭遇 吕玲玲是一个矛盾体 高夜演出了吕玲玲内心的复杂 在情与法治间 吕玲玲有挣扎 有眼泪 是一位情感丰富的检察官 充满着法治精神和人文关怀 海清与志愿军雄兵出击 2023年9月28日 历史战争片志愿军雄兵出击 在全国各大院线隆重供应 票房为8.63亿元 该片的豆瓣评分6.9分 志愿军雄兵出击由陈凯歌指导 唐国强 刘进 张宋文 黄晓明 张紫义 海清等明星联合主演 为了还原真实场景 该片共使用了十万多件道具 还配备了三万多套服装 共有二百多个种类和款式 光是服装的重量就超过十万斤 片中的飞机 坦克 都是按一比一的比例制作的 志愿军雄兵出击讲述了抗美援朝期间 志愿军入朝作战的英勇悲壮故事 海清在片中饰演北京邪和医院的副产科医生林巧智 林巧智被称为万英之母 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 邀请林巧智去天安门观礼 那天她接生了八名婴儿 没时间去参加典礼 林巧智一生没有结婚 也没有生育过 但她把无数的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是母性与和平的象征 林巧智1901年12月23日到1983年4月22日 接生五万多个孩子 包括袁隆平 林巧智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他1901年出生 1983年4月22日逝世 享年82岁 林巧智曾当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20位杰出女性 是卓越的人民医学家 是中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真实人物最难刻画 因为有对照 加上很多人见过真实的林巧智 这让海清表演起来有很大的难度 也有压力 开拍前 海清阅读了大量关于林巧智的文字 还看了大量林巧智的影像资料 让自己在心理上一点点靠近林巧智 海清塑造的林巧智端庄 严雅知性 人设接近真实的林巧智 片中的林巧智温柔有力量 说话有条不紊 铿锵有力 在妇产科 她是一位冷静的医生 将一个个新生儿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然而她自己却没有结婚 没有生育 内心有遗憾和挣扎 海清演出了林巧智的医者人心 母爱和使命 将真实的林巧智在现在荧幕上 让观众对这位万英之母更加了解和尊敬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